面对失败 面对沮丧 面对忧郁 你也许孤单 感觉到没有人能够感同身受你的痛苦 但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只是你现在暂时无法看到而已 忧郁之前的你是开心的 那个时候你过得很好 你曾经办到过 你的心里忘记了 身体会记得 明天 也可以再办到一次 不管你用多慢的步伐 走出来是最重要的 我是青春爱笑钱DJ消化饼 任何无法独自承受的时刻 请联络生命线 电话拨打1995 并请永远相信自己 仍然有快乐的能力 I'm waiting for a show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That show I adore You're like my breakfast That always like a cup of water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全爱上线 是你 叮叮叹叹叹 叹叹叹叹叹 分病了 那个班上同学 有人会调字幕吗 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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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我 不用了 我们用听的 我们不要再依靠眼睛了 打开听觉的感官 我们听定 青春来用耳朵听电影 这里不是好莱坞 不是宝莱坞 是 青春来 今天大家还记得 还记得我们的slogan 非常好 所以大家还没有被考到 我们的青春来物 的确是考一考你的单元 要考什么呢 要考的是你对于一些 电影的记忆力 还有你听觉的敏感度 还有你的想象力 是不是能够交织成 一个美丽的情节呢 就要看等一下 你的功力究竟是 什么样子咯 那这个青春来物 到底怎么进行呢 小布 青春来物呢 就是我们会先描述一段 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一段 电影中的片段 然后呢 会再讲一段 电影中 一样是非常 不起眼的一个小片段 最后呢 再播一首 电影中出现的歌曲 然后所以要叫 请听众朋友们来猜 我们今天所讲的 到底是哪一部电影呢 对 所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用 听电影的方式 让你重建 在线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是 那你可以回味一下 这个电影 可能你有看过 可能你没有看过 没有关系 今天这部电影 我想你有看过的 可能性不低哦 对啊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 都看过吧 可是我觉得 从我们的描述 要想到那一部 我想应该 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好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 顺利答对 顺利通过我们 青春来物的考验 所以青春来物 第一个阶段 来告诉大家 这个剧情 我们今天的 嗯 好 非常特别 嗯 我们用一个 全新的演绎方式 来表达 这一段的剧情 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来进行我们 第一个阶段的 剧情 长发女子弹钢琴 秃头老伯唱圣歌 台语圣歌 真难听 手拿圣经望远方 啊 一个老伯酷酷嫂 正常音准真难找 秃头男人急收尾呀 长发女子不情愿 面面相去气快眉 秃头男子皱了眉 开始步道引台语 长发女子 谱掉了 众人惊呼心脏病 镜头切换 高个儿男 镜门高呼 产品名 对准小姐猛推销 小姐为难 真不一呀 只好电话求外援 电棒卷男带兄弟 大摇大摆找经理 电话美美极篮组啊 完全无事走过去 电梯门口三人举 长发女子唱烂歌 电棒卷男问去处 高个儿男达地下室 电棒男惊呼夸张 怒斥男子没有脚 就是不让打电梯 长发女子去五楼 透明电梯关门了 长发女子又唱歌 恐怖情人死一死 电棒男大吃一惊 跟着旋律打拍子 大拍子 长发女子猛停止 电梯开门又一人 长发女子赞美主 电棒男子赞美他 头巾女问长发女 为何身于此地中啊 长发女答 是上帝 想必大家听到现在 应该是一头雾水的状态 我觉得有人真的懂 我们在说什么 我觉得真的就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的口识应该还不错吧 口条有没有 难顺的啊 我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听到 我们在讲什么吧 应该是内容的问题啦 刚刚听到这个剧情啦 是 有我们再复习一下 一些元素好了 有一个长发的一个女子 她们也在唱歌 对 然后弹钢琴 有男生秃头了 一个男子秃的 然后有一个高个男 一直要推销 然后呢 这个时候她们要搭电梯 然后呢 又看到这个长发女子 又唱歌 怎么这么爱唱歌 这是歌舞片吗 有可能哦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音乐在这部片里面上 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没错 所以呢 后来这个电梯男 就惊叹于 这个长发女子的歌艺 是 所以呢 后来最后就以圣地来作节了 对 所以一开始 有没有圣歌是上帝 后来又是上帝 是 可能是一个基督教方面的一个歌舞片 基督教还会有歌舞片 有啊 唱圣歌啊 I will follow him 算是吧 对不对 很多啊 真的耶 他是埃及王子那里算啊 对耶 都没有想到 有没有 搞不好是这个路线 好 我们不要错了太多啦 会让这个听众太容易猜到了 是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剧情咯 好 准备好咯 准备好咯 现在有点心理准备了吧 应该可以知道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不要害怕哦 好 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剧情 裸体男子在游泳 穿好衣服去把妹 日本妹子恰伯伯 嫌弃老人来表演 男子撇清不负责 女子大叫不负责 撂了狠话就走人啊 开了个门飘越阴 原来灭有一老人 女子无奈又出来 继续咆哮骂男人 大咖要来很丢脸 男人只会翻白眼 女子伸手摸男人 拔下头发闻闻看 手笔出五更生气 只因头发有颜巴 女子肾怒降日文 手鸥男子掉头去 黑男人问颜巴男 为何你都不说话 颜巴男说听不懂 黑男人就摸额头 日本人什么都吃 老人拿了新玩意啊 不知头在哪里 众人突然好大声 老人无耳受不了 口中直骂 冲三小 现在效应没用了 来不及了 好所以呢 嗯 里面有很多个提示哦 相信经过了 第二个阶段的剧情 我觉得应该会知道了耶 即使我们把它讲成这样 你应该更明白了 对啊 一个元素都具备咯 对啊 原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裸体的男女 对 裸体男子 还有一个老人 嗯 还有一个女生 一个女子 女生恰伯伯哟 不负责 都不负责 这样讲大家都听懂了吧 好然后呢 他们还 女子还吃了盐巴 对 从男 男生的 身上 吃盐巴 他是猴子吗 还有一个老人嘛 刚讲了 对老人之后 他是一个黑男人 对 皮肤有黑的男人 对黑男人 有一点 种族歧视的氛围存在 对 对 然后后来就是 一个老人 他 崩溃了 嗯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啊 是 那大家有idea 想到了吗 想到 想好 这是哪一部电影了吗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猜出来了 我觉得很有机会哦 尤其是在歌曲一出来之后 对啊 想必这个提示就是太明显了吗 嗯哼 我们就来给大家这个 听一下原生代当中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也不用思考了啦 就要公布答案了 简单的时候就要公布答案了哦 对 我们请听 歌曲 本客 咲き乱りる花の香りの遠い君を 春の日に見守られて花が咲くように いつかは希望の日が照らすでしょう それぞれ君それぞれに決めた道を終えるって いつにか微笑んで 与えるその時まで 黄昏が告げる秋の訪れ 映りゆきゆく見ない夜空の遠い日を想う 秋の日に見守られて祈りなるように いつかは君の夢も叶うでしょう それぞれにそれぞれの決めた道を終えるに いつにか微笑んで いつにか微笑んで また晴れるその時まで いつにか微笑んで 夜をゆく君が見つめて すぐ覚えるの いつにか微笑んで 好相信在這個悠揚的聲音當中 你應該已經可以知道 這一部電影就是非常非常熱門創音史紀錄的片 我不能說是家片 但是就是片 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小布那個時候有些電影可以看嗎 怎麼可能呢 那有看到版嗎 我是看那個衛視電影台有播 哦好好好 支持正版哦 哪門子的支持正版 那你算好不好 還有賣給那個電視台版權啊 好好好 我是看電視台的哦 總之呢 它就是一部非常熱門的電影 這部電影呢 它充滿了一些 台灣跟日本滿友好的一些人素存在 有讓某一些人 要重新翻紅 對 鲜魚翻身 鲜魚翻身 然後呢 有讓一個日本女子 也翻身小紅了一陣子 就是一陣子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部電影到底有多紅了 這部電影的名稱 就告訴大家了 就是 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 cape number seven 只有到現在還不懂 為什麼 它叫海角七號嗎 對啊 欸 我不知道 他們在那個地方剛好是 七號吧 七號嗎 是嗎 就是那個 那個橫春那一個角 應該吧 那不然沒理由叫七號啊 暗示什麼嗎 因為我從頭到尾忘記 它那個戲裡面有提到這個 就還有七號這個重點 這部電影 其實呢 我最喜歡的那一幕 是中校界唱歌的那一幕 哦 對啊 它就是那個大咖 對 剛剛講的大咖 要來表演 對啊 讓日本女生有沒有 很緊張 覺得很丟臉 對 那大咖就是 中校界 那其他部分呢 就是 嗯 對啊 我是聽說當初 不是製作經費很短缺嗎 對啊 那還請得了 中校界很厲害耶 我想中校界也沒有這麼貴吧 中校界沒有很貴嗎 中校界沒有很貴吧 是哦 好吧 應該不怪是日本的成蕾啊 哎呀 怎麼這樣啊 好 沒有啦 所以中校界我個人 非常的愛他 嗯 那他來客穿一角 我覺得也算是 對本片 增色不少 嗯哼 捧紅了很多啊 你說那一部電影嗎 對對對 捧紅了很多人啦 對啊 就很多人都被捧紅啊 我們就不一一系數了 嗯哼 那海角七號 他叙述的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 呃 不負責任的郵差 哎 對 然後跟 一個日本來的 小妞 對 喝喝池啊 這樣也算吧 嗯 對啊 然後補出了一關 異國戀 在浪漫的 橫春這個地方 是 送了一個 很奇特的 石頭 嗯 對 嗯 然後呢 聽了個演唱會 然後就很感動 嗯 好 結束了 海角七號 希望大家 這個 海角七號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呢 嗯 有時間可以找來看啦 嗯 有時間的話啦 對 不勉強大家 不勉強 嗯 如果你要研究台灣電影的發展 我想這部電影應該還是 還算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里程碑啦 一定得提的啊 沒錯 所以希望大家 都能夠 嗯 看電影看得 開心囉 透過聽電影的方式 就算你沒有看電影 也可以感受到一些荒謬的氣氛存在 在裡頭啦 對啦 我只能這麼說了 海角七號 今天的青春來物 就要在這個地方 各個段落咯 我們的節目 今天的第46集 在這個地方 又要say goodbye咯 好 今天的46集 大家聽得還開心嗎 應該有時候拖了還蠻久的 對啊 上次歐馬克之後 很久以前 對啊 過了一個新年 開學也過了幾週了嘛 對啊 快一個多月了 該不會很快就要期中考了吧 我覺得很快耶 我覺得上次考 我們已經 期中考完 然後馬上就要 又要做暑假檔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喔 對啊 日子就是過了這麼的快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 寸金難買 寸光陰 有夠老狗的結尾 所以呢 今天我們最後一個 階段放的歌 是 Boogie Bell Geek 好難唸喔 Boogie Bell Geek的 A Little While OK 是非常輕鬆的節拍 可以讓你感受到 我們離去 雖然我們離去了 但是不要跟我們 搞很惆悵那一套啦 因為很快就會再見面 是 就算沒有在空空 跟大家相親的時候 還是歡迎你隨時 用Facebook 跟我們互動喔 上網搜尋 青春愛銷錢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 粉絲專頁 我們都會定期收看留言 我們的留言 比網友留言還多呢 笑話餅很認真的 每次都會更新一些貼文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幫我們按個讚 多多捧場啦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青春愛銷錢 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說聲再會囉 我是笑話餅 我是小布 青春愛銷錢第46集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 跟大家說聲再會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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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I'm going to walk the time on my own But ooh, hold on just a little while Baby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Baby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You're going to look for me But I'll be gone Ooh, I'm going to walk the time on my own But ooh, hold on just a little while Baby Baby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Baby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And I'll be gone I'm going to walk the time on my own Ooh, hold on just a littl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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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Baby Baby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Baby,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You're going to fall for me Ooh, but I'll be gone I'm going to walk the time on my own Ooh, hold on just a little while I'm going to fall for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